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讲真实的论题 按照华智仁波切的 科判来讲的话 前三品是菩提心没有生起 让菩提心生起的 菩提心在我们相续当中 还没有生起的话 让他生起的三种教言 也就是说 前面讲三品 中间的三品讲 已经生了菩提心以后 使他加以稳固 最后三品 也就是说 第七品八品九品 这三品生起的菩提心 让他不释坏 最后一品如此所造的 一切三个回向给众生 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第一品应该说 菩提心还没有相续当中生起的人 在他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生起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菩提心的功德 菩提心的利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这样有利他的心 当然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也是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人 同样的道理 从所有大乘小乘的 佛教团体当中也具有菩提心的人 这种修行人 应该说是至高无常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真实讲 这部论典的论题 也就是说 这部论典分十品当中 第一品讲功德品 第一品是菩提心的利益品 那么从第二个科判来讲 所入之自性 所入之自性分为 如者所依之菩提家乐 和如者之意乐 还有趋入之方法 所谓的趋入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 大家也应该比较清楚 我们学习 修行 闻思 全部都是在这里 如意大乘菩提当中 那么这里如者之所依 和他的意乐 还有他的方法 怎么样我们学习呢 学习的身份 学习的心态 还有学习的方法 从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问题 也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身体的所依 难得的下满人身 还有意乐的所依 福得之心稀罕 分两个方面讲 首先他这里讲了 宣说所依的身份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讲 真正的菩提心的功德 菩提心的功德 依靠什么样的身份来获得 他的消息当中产生 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身体 咱们的身体能不能 菩提心的所依 从这个方面分析 然后我们的心 能不能菩提心的所依 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菩提心如果没有所依 那它怎么会存在呢 就像我们大地不存在 那么高楼大厦不可能存在 就成了空中路隔 同样的道理 菩提心必须要有一种所依 所以在《现观传言论》当中 讲第一品的时候 在华智仁波切的众说里面 已经分析了能以所依的关系 而且用了各种不同的 一些教派的观点 当然我们明年如果能学得成 《现观传言论》的话 讲到第一品讲能表示 编制的十种法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法心》 那么《法心》当中 专门讲菩提心的能以所依 尤其是讲菩提心的所依的 也就是说我们心意方面的时候 有各种大乘的一些 龙猛菩萨的观点 无足菩萨的观点 印度论师 藏地论师等等 很多论师在这个上面 有一定的辩论 也有一定的分歧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理论 《入菩萨心论》 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四种论典当中 《入菩萨心论》应该主要讲 也是一个晦记论 也叫做修行论 所以我们在这里 理论上的分析 除了智慧品以外 不作光束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也知道 这个菩提心是 依靠什么样的身份获得 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 那么这个菩提心 依靠人身来获得的 如果获得了人身的话 这个菩提心是很容易产生的 如果没有人身的话 当然其他的天人 龙王等 其他的众生也有 有些经典里面说 有菩提心的说益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太殊胜的 只不过是可以生气的角度而讲的 并不是 菩提心是非常善事圆满的 《入菩萨心论》的颂词 颂词里面这样讲的 希望你们有些刚刚入佛门的 有些以前对我们大乘佛法方面的 闻思不够的这些人 可能要好好地学习 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哪些是颂词 哪些是讲义 前两天好多人都想背诵 但背诵的时候 他们把诸授和颂词已经搞错了 开始背前面的 无子菩萨的顶礼句 这个不是寂天菩萨的颂词 我们这次要求 并不是将善说海全部背诵 我们要求寂天论诗的《入菩萨心论》颂词 所以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现在很多人 颂词和讲义也是分不清楚的 这种想象是非常多的 当然这个也是心有可言 以前我们刚来到学院里面 学习佛法的时候 比你们可能还差劲 你们知道前面的几个相当的字 叫做颂词 我们刚来的时候 那个叫颂词 也恐怕不是特别的了解 当然你们背诵的时候 我们《入菩萨心论》的颂词 寂天论师所造的这个颂词 最好背诵 背诵的最好全能背诵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以前我们许多寺院里面 前四品背诵 有些小孩子 或者有些刚刚那个 比如说我那个寺院里面 现在有三十多个人吧 三十多个人基本上是小孩子 有三十多个小孩子 刚刚出家的有些出家人 他们去年前面的四品背诵了 因为全部背诵的话 可能他们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所以当然有些修行人 实在是时间特别紧 有些各方面工作也特别忙 最好是前四品要背完 这个是我们这次学了以后 没有一点下功夫 恐怕也学不到什么知识 应该你们自己也是试一试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对五部大论 所有的这些论典是怎么样背诵的 包括我们学院也是 每年都是背多少论典 有些道友现在背四部论典 五部论典同时背 就是同时背 很不容易 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比如说现在《量力宝藏论》 《入菩萨行论》 《定戒宝藏论》 《大圆满信息修习》 这几部论典都在同时背 那么你们如果入菩萨行论 也是实在困难的话 最好前四品一定要背好 除了有些老年人以外 那这个圣词 我们这样讲的 这个字面上好解释 如果这个下满的人生非常难得 既然我们在座的人 已经获得了能成办人生最究竟利益的人生 那么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没有成办有利的事情 也没有好好地修习佛法 那以后怎么会是 能得到这么好的人生呢 绝对不可能得到的 从字面上应该可以这样解释 然后大概广说 前一句 显满人生极难得 这个主要讲 我们认识这个下满 然后既得能办人生力 宣说了他的难得的道理 这个是非常当然的 然后后两句主要讲 人生难得 大家已经知道了 什么叫做下满 什么叫做难得 难得以后 那我们怎么做 必须要把它运用起来 如果没有运用起来 非常的可惜 后两句主要说明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首先 大家所有的修行人 应该自己好好地思维 怎么思维呢 这个菩提心 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上 真的是任何一个如意宝 也是比不上的 这样难得的菩提心 所以就是依靠人生而闪生 如果没有现在 我们这个人生 那这样的价值无上的菩提心 不可能遗存的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人生的时候 大家应该生起 极大的欢喜喜 这个相当的重要 他这里说 下满人生是非常难得 那么所谓的下满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下满首先是所谓的险下 险下是远离八种无下的 才叫做险下 那么这个险下远离了 没有转生到非人当中的四种 已经转生到人当中的四种 这几个一定要远离 比如说我们如果转生到地狱里面 如果转生到地狱里面 那有寒热的痛苦 根本不会有修行的空险 然后如果转生到饿鬼里面 饿鬼整天都是有极客的痛苦 不可能有修行的机会 如果我们转生到旁生当中 那么旁生有愚痴和意识的痛苦 也没有修行的机会 再加上如果我们 转生到长寿天里面 长寿天 大家也知道 它是很多节当中 入于一种禅定 一种昏厥当中 我们四禅天当中 广国天附近有一个叫长寿天 那么这个长寿天 始终都是出现一种昏厥当中 所以没有忆念 或者修行佛法的机会 所以这四种叫做非人的四处 如果我们转生到那里 那就根本不会有修法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座这次 听《入菩萨行论》的所有的人 你们自己也想一想 你们转生没有 没有转地狱 饿鬼 旁生 唐寿天 没有转生到那里 如果我们转生到 那就不可能有今天修法的机会 无瑕已经远离了 已经有现象 从凡方面来讲 已经有四种现象 再加上我们转生到人当中 如果这个人 一些偏僻的地方去了 佛法的名号也是没有的 佛法一点也不兴盛的 现在我们有些偏僻的地方 把佛教完全看成一种神 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来对待的 那么这些人相当地可怜的 所谓的偏僻人 连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的 有些人虽然已经 转生到众族当中 但是可能他的家庭 也算是一种偏僻的范围 对佛教一无所知的 如果我们转生到这样 那修法的机会也根本没有 如果虽然没有 转生到偏僻的地方 但是你转生的地方 佛没有出世的时间 像安吉亚这样的话 那我们修法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既然已经转生到佛出世的地方 但是你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邪见 生起邪见的话 实际上也是根本没有任何用了 因为生邪见以后佛教的所作所为 你就绝对不相信了 如果你没有生起邪见 但是你的这种心 或者你特别的愚痴 我们现在当中所谓的营养 非常愚痴的有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 我们给他怎么样讲经说法 或者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思维的能力 特别笨 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转生到这样的人 那有修法的机会 没有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这叫做 转生到人当中 也就是说远离了现下 修法的空现没有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 什么叫做下满当中的下 这个下就是空现 也叫做现下的意思 空现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次希望 听受入菩萨行论的这些人应该 我一方面可能跟世间的 有些道理稍微也讲一下 但另一方面 希望你们把佛教的有些 比如说什么叫做下满 什么叫做入菩萨行 基本的一些佛法的常识 佛法的俗语 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搞清楚 那你跟佛教人沟通 佛教人交谈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你用一些世间 现代的一些语言 那佛教的很多道理 是没办法代替的 所以现在有些法师 完全都是把佛教一直淡化成世间法 但这样的话 有些佛教的道理 根本没办法讲述 你从什么科学的一些名词 或者现在一些心理学 化学物理 以这种名词来代替我们的佛教 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事情 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 一方面 当然以前线移动的方式来随即弘法 这个也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太淡化了 一定要把佛教的基本有些俗语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我看外面有些居士和有些人 说是已经皈依了很多年了 但是以佛教徒基本上 也让他提出一个问题 或者是沟通的时候 就特别的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懂得一些世间的受益 然后佛教方面的道理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记 这样一来可能提出一个问题 也是别人看起来特别的优质 所以我想这次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真正地要学一点知识 没有学知识 那提出来的问题 连提可能不会提了 即使提出来 那佛教的意义根本就不能接近 这样我觉得是不太很好的 自己既然是当一个佛教徒 那么你自己也花一个功夫 应该下一点功夫 还是把基本的道理 大家学清楚 这个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叫做《险下》 《险下》这个颂词当中也是这样 下面应该是《青鸥书》里面的吧 而成为什么呢 《险下》 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 什么叫做 我今天我的人生来讲 我想我们这次 听《入菩萨行论》的 不管是有多少在座的人 应该自己反观自己 华智仁波切《前行》里面也讲了 看我们的修法 连一个人在路上烧一个茶 也是需要各种因缘具足的 看我们修行的话 也需要因缘具足的 看远离八种无瑕 远离了没有 自己的身上相相细细地观察 所以我们早上 要求大家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的时候 有些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修 你不用光鼻子眼睛 什么都空着 不用 这次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很多道理要思维 我每天所讲的道理 你去好好地思维 这就是修行 我这次看八种无瑕 全部远离了没有 非人的四种 转在人间当中 没有修行机会的四种 全部远离了没有 你自己早上 慢慢慢慢地 一个一个地想 这叫做修行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间 一直想了很长时间 九而九之 最后你的相续当中 也是把修行的境界 会慢慢串习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给大家介绍 远离八种无瑕 然后第二个问题 要具足十种圆满 五种自圆满 和五种他圆满 首先是五种自圆满 应该我们要转生到人当中 然后转生到人当中 必须要转生到佛教殊胜的种土 还要足根具足 然后对佛法有信心 列迹没有变到 总共有五种 那什么叫做转生人呢 我们的身份 要修菩提心的话 我们身份一定要 人身最好的 如果你连人身都得不到 那就修法的机会确实是没有的 我们看看牦牛也好 或者是世间上比较上等的动物 再聪明 再怎么样的话 连一句观音信咒 也是连不来的 这个非常清楚的 然后我们必须要 转生到佛教兴盛的 也就是说 佛的三藏十二部经典 或者四种弟子 具足的佛教兴盛的种土 如果我们没有 转生到佛教的种土 那偏僻地方的人对佛教的基本取舍 也是不可能了知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自己的诸根一定要具足 什么叫做诸根呢 眼根 鼻根 耳根等等 这些要具足 如果你二根不具足的话 我们传讲佛法也好 不管是你听什么录音节也好 什么都根本没有办法 如果你严根不具足的话 你看电视上 法师所讲的屏幕也是看不见的 文字上看不见 书也看不见 那这样也不行的 当然 必根不具足的话 我们听法有没有 障碍 这个你们分析一下 必根不具足 等等 这个诸根一定要具足 我刚才说的诸根具足 然后业绩无味道 业绩没有颠倒的话 意思是很多讲义里面说 没有造五无间罪 如果造了五无间罪以后 你死了以后 马上会堕入五间地狱的 不可能有解脱的机会 所以也是不具足自圆满之一的 但有些所谓的业绩舞蹈 就叫做什么呢 就应该这样来解释 比如说 以前真正的修行人 后来生邪见 然后就开始还俗了 或者以后就不好好学佛 这种叫做业绩颠倒者 平时也是这样的 然后对佛教信仰 佛教要信仰 如果没有信仰 虽然佛教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你就根本 不能品尝它的魅味 这叫做五种自圆满 这是依靠自身而具足的 再加上五种太圆满 五种太圆满是什么呢 我们佛陀一定要出世 如果佛陀没有出世 那么我们众生 虽然来到这个世间 也根本没办法了知 佛法的道理 这是五种太圆满当中的一种 然后佛陀出世了 还不行的 如果佛陀没有说话 或者高僧大德也没有说话 他天天都是在山洞里面闭关 不接见任何人 那这样的话 当时《前行》里面也说了 阿底下尊者的上师 来到藏地 但是因为当时他翻译的 罗扎拉已经圆寂了 圆寂以后 最后他也在藏地弘法的事业 并不是广大的 所以有些善知识 如果没有宣说佛法 也是对众生 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佛陀也好 善知识必须要说法 然后说法的时间过了 比如说佛陀五千年的教习已经过了 或者善知识已经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已经过了 从此以后什么法本也没有 什么书也没有 录像带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话 虽然某某上师以前在这个地方 已经讲过什么什么法 但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 对众生来讲 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虽然佛已经出世 佛法已经宣说 世间没有过 但是你自己没有去信仰 自己没有去信仰的话 那也得不到的 佛法的大海怎么样广大无边的话 你可能在旁边 连一地毁害没有用的话 对你来讲 也没有任何用的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趋入佛法 不趋入佛法的 现在世间上也是 佛法是如何如何的殊胜 可是成千上万的人 他以其他的眼光来看着而已 自己根本不享受 也有这种情况 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以慈悲舍受也说的 或者说佛教的施主等 顺缘具足也可以说 或者有些讲义里面说 我们入了佛法以后 一定要以善知识 来悲命摄受 如果善知识没有摄受 我们取舍根本没办法了知 这几个叫做五种他圆满 依靠他方的条件来自己具足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了 远离八种无暇 然后具足什么呢 具足十种圆满 总共有十八种条件 那么前面的有些可能道理 比如说 你没有转生到 遍臂的地方去的话 实际上是转生到 中途地方去的 还有如果你没有转生到 阴压的地方去的话 实际上是足根具足的 然后如果没有产生邪见的话 那实际上是具有佛法的信心 那么这些实际上是不冲突的 不矛盾的 有些人认为你看 远离八种无暇当中 有好多翻过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十种圆满里面的 也有相当一部分 那么这个印度的论师 当时布布达 布达论师他是这样讲的 这个是不冲突 为什么不冲突呢 前面我们远离八无暇 从排斥的角度 复顶的角度来 远离的角度来讲的 后面的十种圆满 五种自圆满 五种太圆满 这十种圆满实际上是 从肯定的角度 或者是从见离的角度来讲的 一个是从复顶的角度 一个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讲的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没有转生到 遍臂的地方的话 实际上这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讲 然后我转生到中途 这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冲突 以前的有些论师 也有这样解释过 我们刚才讲义里面 也引用了龙猛菩萨的教证 为人根据圣中途 业继五道信佛法 这个我刚才都已经解释完了 大家应该清楚 佛出世间欲所法 法诸如教有识足 就是这个颂词当中 有十种圆满 也就是叫做 五种自圆满 五种太圆满 身为具足男跟或女跟的人 人的话 一定要具足真正的人的法相 如果你转生于荒门 这样的话 那不算是真正的人了 所以一切道和一切功德 一切戒律的所依 是不可能刊为 因此必须要更具足的人身 转生于低界的众途 我们低界的众途和 其他的众途当中 这个必须要以低界的众途当中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严当诸根完整无趣 第四个 断除无无间罪 因而使业绩无有颠倒 他这里是断除无无间罪 业绩外道是 无诸菩萨这样解释的 对如来的律法 由信心因而称为信佛法 他这里信法 对如来的律藏 尤其是一切教法的根本 就是戒律 一切教法的根本 律藏 所以对如来的 尤其是对如来的律藏 一定要有信心 有些人 我认为我是学密宗的 我认为我是学大乘的 所谓的别解脱 或者是律藏 并不是很重 如果你这样认为 可能是在十种圆满当中的 一个不具足有 这个方面的解释 那么这些以上 我叫做五种自圆满 然后下面讲的是 五种太圆满 佛陀显示于世 宣说佛法 因为有了间谍的菩提交流 而使佛法得以注释 真正有间谍的 这种菩提交流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佛法也没办法注释 这是第三个问题 根据圣者的证悟 而开始教言 令有缘者趋入 有了上师们的教言以后 你就可以有缘者趋入佛法 有提供自具的施主 这个施主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施主不具足 那所有的修行人或者出家人 他就没有办法依靠 生活用具来存活 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跟前行和心心修习 有些地方也有些不同 但这个不同不矛盾 不同的地方 大家以后不要认为是矛盾 因为佛陀的佛经 很多方面有不同的 正因为有不同的原因 现在我们世间的一些万法 也可以说得清清楚楚 比如说 如果佛陀固定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永远也改变不了 那这个是 就像现在有些 威武论的观点一样 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 我们人见到水 完全是正确的 那么其他的任何东西 水不能见其他的 那饿鬼见到的龙 要么说是有饿鬼不能见 要么说人见到的 到底是哪一个正确 所以我们以前在其他论当中 也是已经分析过 因此现在有些人 好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觉得是不相同 不相同就认为是矛盾的 这是一种错误 这是一种错误 你不相同的地方 应该说佛经里面不相同 还是论典里面不相同 那么不相同有什么样的目的 因为佛陀当时为了不同的众生面前 宣说了种种的法门 所以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如果是相同的话 那《十论金刚》里面所讲的地球和 《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地球 还有其他有关经典里面 所讲到的地球的形状 颜色 整个大小全部都不相同 那一个是正确 哪一个是错的 这样说来就非常困难的 正因为是不相同 所以我们在众生面前 有千差万别的 很多的业感现见 比如说我们评价一个人 我完全断定他是好人 那我说的这个是不一定对的 对我面前来讲 完全这个人是一个好人 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是坏人 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肯定的 这个人如果我肯定是好人 那肯定是不对的了 这是为利他而慈悲 这是五种他圆满 由于具足以上的十种特点 刚才五种自圆满和他圆满 所以称为圆满具足十八种 功德的这一身体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 大家详险细细地观察 人身难得的比喻方面 在其他的一些教言书当中 人身从因方面难得 比喻方面难得 数目方面难得 比如从因方面 我们的人身一般来讲 善取的身体 全部都依靠清净的戒律 尤其是获得了真正的 下满的人身 必须要以前清净的戒律为因 还有自己的布施 持戒 忍辱等等 柏罗蜜多的因缘 再加上自己前世发殊胜的善愿 具足这些因缘以后 才能获得了这个人身 从因方面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从我们比喻方面来讲 佛陀在有关大乘的经典当中 也是有时候用盲鬼 置于母恶 就是以这个非常难得的 比喻来宣说的 有时候以昙花难以显示的 以这个比喻来宣说的 有时候我们杀的豌豆在墙壁上 也是偶尔会停留 有这种时间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比喻 有时候有橙香木的味道等等 以很多难得的比喻来宣说 这是从比喻上 人身并不是很容易的 然后树木上也是 我们平时在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如意宝藏论》 里面所引用的比喻 这样也是很难得的 恶趣当中有晚上的行星一样的 然后善趣里面 有白天的行星一样 或者善恶趣的众生 就像是大地的围城一样 我们善趣当中的众生 就像是我们手抓上的围城一样等等 佛陀就以无二智慧来宣说 我们众生的各种差别 以这个角度来 如果生生世世思维的话 那我们现在真正是 修行佛法的一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这并不是说我们口头上说 这个难得啊 你好好修行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正懂得佛法道理的人 他自己好好地思维 好好地观想的时候 人生确实是非常的难得 首先我们要有一种概念 觉得这个得人生很容易 不要这么想 我们表面上看来 世间上有可能很多很多的人 现在地球上的人 也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以来 那么大大的增长 这个表面上看来好像人是特别多的 可是这些人 我们在其他有些论典里面 所讲的那样 一般愚痴的人或者普通的人 根本不具足下满的人身 真正具有修行的机会 这样的人身非常少的 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有一百万人 里面有多少人 皈依佛教的人 如果里面有一百个人 皈依佛教的话 那么里面真正了头生死的 发菩提心的 发出离心的 这样的修行人 或者皈依佛教徒 你们也可以算一下 多少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具足下满难得的 也就是说上面所讲的 八种远离八种无效 已经具足十种圆满的 这样的人身相当难得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也好 这次通过不同方式来 接受佛法的这些人 希望你们不要口头上 口头上 我看下满难得人身 谁也会讲 讲的也是应该可以说 大家都会非常精彩 有这样的 但是真正能心理思维的 不单是思维 而且自己非常深深的一种体会 自己心里面讲 确实人身很难得 这次我们得了这样的人身以后 就像我们有些人 有一种比喻 就像盲人好不容易 他有一个大象 然后他如果抓到了他的尾巴 他始终都不会放的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盲人 他只有一个大象 他这次如果掉了 他哪里去找呢 根本找不到 他好不容易抓到大象的尾巴 一抓到以后 他就不会放的 一直跟着大象 就这样去的 所以我们也是就像盲人 遇到了大象的尾巴一样 大家一定要抓住机遇 对人身难得 首先有一个深深的认识 这个是很重要 按照不同大师的观点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一句 要认识下 也就是说 世间的语言来讲 我们提高觉悟 提高对佛教的认识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世间的各种各样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琐事 你所有的这些宝贵世间 都是一下子 可能会抹光了 没有了 这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讲的 难得的比喻等 《华严经护乱初传》 当中是这样说的 遣除八种无侠也难得 清净圆满现象也难得 前面的遣除八种无侠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的 圆满十种也更为难得 其实这个教证应该 在《学集论》当中引用了 就是引用在《学集论》当中 这个后面还有佛出师也很困难的 然后具足所有的根 具足足根也相当困难的 然后听闻佛法也很困难的 还有依止善知识也极其困难 就是讲了这几个 应该再引用在《学集论》当中 你们这次如果有《学集论》 以前不是有汉文吗 汉文的话 大家还是要 方便参考一下 因为《学集论》是寂天菩萨 《入菩萨行论》的讲义 也就是说《入菩萨行论》 比较广的好多教义 在《学集论》当中 说得非常清楚 刚才也讲了 《华严经》的教证 那么应该在《学集论》当中也能找得到 《华严经》里面也找得到 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比较多 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人身 然既然得到这样的人身 实际上这个人身可以能成办暂时的决定身 就是善趣当中 人天福报的果位 依靠我们的人身也可以得到 然后最后的决定身 决定身身为圆寓阿罗汉 或者佛和菩萨的果位 这个也是依靠这个人身 可以成办的 当然我们依靠这个人身的确也是 不管是你上世道 中世道 下世道 也就是说 自己想获得了人身福报的 一些小世道的果位 依靠我们的人身 也可以能获得的 然后自己想获得了身为圆寓 永远离开轮回的阿罗汉 或者圆寓的果位 也依靠这个人身来获得的 自己想度化无边的众生 也依靠这个人身来可以获得的 所以我们现在得了这个人身 真是胜过如意宝 从它的价值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具足一个如意宝 大家认为 哎 我有什么如意宝 恐怕现在的人说 如意宝不一定能听得懂 现在人们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高级教持 奔驰 宝马 这样的话 那如果你就没有用上 你认为这是很好的 但是没有用上的话 我们觉得也是很可惜的 同样的道理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东西 对人身根本比不上 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在《中央行之明典》里面 已经说了 我们这个人身非常难得 得了以后意义重大 超过如意宝 说的原因也在这里 那么这里 我们不管怎么样 这次上师道 中师道 下师道 都是依靠这个人身来 可以获得的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以前上师也是讲 《入菩萨行论》的时候说过 他说 我们如果即生当中 不要说在座的出家人 哪怕是任何一个 刚刚皈依佛门的在家人 他也是依靠这个人身来 想获得这个佛果是可以的 怎么可以呢 比如说他好好地闻思修行 然后受持皈依以上的戒律 然后好好地念阿弥陀佛 那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这也是依靠这个人身 如果没有这个人身 我们转生到其他任何一个众生 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绝对是不会有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 应该考虑 大家得到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最好不要空好 在已经获得了 相满人身的此时此刻 我们无必要 精尽恳恳 精尽业业 而奉行善法 假设在这个时候 没有修持有利于自他的善法 我们虽然已经 获得了这样的人身 但是整天都是吃喝碗 整天都看游戏 碗刷等等 这样来度过 这样只有度过的话 那么后世怎么能再度得到 这样的清净圆满的相难人身 绝对是不会得到的 我们这次如果没有好好地修习 没有好好地发愿 没有好好地打好基础 那来世会不会有 今天这样的机会呢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 大家也是清楚 我们人间当中 就像《中观四百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大多数人造恶业 造恶业以后 大多数都是堕入善恶趣的 所以如果我们 转生到善恶趣的话 那什么时候有解脱的机会 这个方面应该想 所以虽然在有些经典当中说 不是人身也是依靠 其他众生的身份 也有获得这种菩提心的说法 但是在这里 我们说最圆满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身的 哪怕你 我们善趣当中认为 天生也很好的 天生能不能依靠别解脱 能不能依靠我们现在的 这种人身来行持善法 根本是不能的 天人的善恼心 也是非常强的 这样一来 我们现在是 遇到了这么好的人身的时候 自己都自己 应该再三地想 最好不能空过 我今生获得了这个人身 而是人身也过得特别快 人身几十年以往就过了 一瞬间的一种享受 那么这个世间就全部用在 世间八法方面的话 那就非常的可惜了 绝对不会再获得的 因此作者 寂天菩萨在这里教解我们 万万不可百败 浪费许多人身 如佛经当中说 母灵受持 鲜肖无益 佛经当中也说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身如意宝 就浪费了 有些论典 龙猛菩萨也是有这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获得了 一个金器 或者是宝珠的盆 那么宝珠盆用来 烧不经分的话 非常的可惜 那么我们人身 依靠这个人身造恶业 更是非常的可惜了 就非常可惜了 弟子说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这里也说了 说我们的人身 已经得到了 依靠这个人身 可以超越生死痛苦的海岸 轮回的大海 可以超越这个大海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 发菩提心的种子已经剥下了 他的功德和他的价值 往往都已经超越任何一个如意宝了 所以得到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谁愿意放逸啊 谁愿意放逸 而没有任何意义而空耗过去了 这是实在是不合理的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以此人身万劫不复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人身 在一万个劫当中 也是不可能获得的 所以作者再生要求我们 在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时候 让自己有获得修法的机会 殊胜的窍诀 在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 往往不能空耗 如果空耗 以后再也根本得不到的 所以《护国勤文经》当中 也是说了 我们获得这样的人身 往往不能放逸过去了 就是说 千万千万不能放逸过去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人身 具有价值的 具有意义的方向努力 这是很重要的 中观藏论吧 中观藏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说是依靠正法的光明 然后了知十八种显满 真正修持佛法 才能对自己的人身真是有意义的 真正自己的人身 要做到有意义的话 我们依靠佛法的光明 然后就开始精进修持 当然世间上的人 他并不这样认为的 有些人说是 人身的三大事情 什么有了什么房子 有了交叉 现在都提倡的 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的 等等有各种说法 但我想我们真正人身的 价值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心里面 对佛有敬仰心 然后光口头上 我要皈依 我要佛教徒 我要学习《入菩萨行论》 这样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光口头上的宣传是 我们自他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应该佛教的精神 融入在自己的心当中 对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心态 应该有所改变 这就是佛法的教义 自己以前是个恶人 好像在各方面 造了很多的恶业 通过学习这些经论以后 尽量自己的心态 就往好的方向发展 因为我们作为凡夫人 一下子可能有个 凡天覆地的变化 这也是恐怕有点困难的 但是你应该想好的方向 自己要努力 这就是人身的价值 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的说意 首先第一个 必须要具足下满的难得人身 这种人身是相当难得 千万不要空好过去 要空好过去以后也根本得不到 这个意思 下面第二个问题 所以福德行是非常罕见的意思 那么这个颂词 应该比较了解 意思是用一个 非常有因语甚远的一个比喻 来宣说我们菩提心的 所依的心 也是很难得的 刚才菩提心的所依的身体 非常难得的道理已经讲了 我们在座的人从身体上面 我想应该是大家都具足 刚才所讲的这些条件 大家明白 然后现在从心态上面来讲 心态上面这么讲 它这里首先用一个比喻 那么没有太阳的夜晚 没有月光的黑暗当中 没有星星的 雾云密布的时候 如果以刹那间的闪电 以刹那间的闪电可以说是照见一切 当时也是显得特别明亮 我们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讲 在晚上黑暗 特别清黑一片的 那个时候一刹那间一个闪电 当然这个是非常短暂的 也不是很长久的 是这么一个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尤其是夏天 夏天29号的晚上 尤其是下雨 下冰雹 那个时候特别的黑 很多人有这种说法 今天晚上是特别黑 别人把自己的鼻子都割完了 都看不见 有这种说法 你出门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见 在那个时候闪电 那就很短暂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人学佛的念头 或者是想利益众生 发菩提心的这个念头 在你整个漫长的人生生 当中来讲 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善变那样的 善心起的时候 你一定要抓住它 不能放过 所以在这里讲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善心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实际上 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正想皈依佛教 真正想发菩提心的 这种好的念头 还是偶尔的 应该可以这样说的 有些人可能这么想 这可能有点夸奖 我都是很长时间都是 发菩提心 行持善法 不像善点那样 善点是太快了 我行持的菩提心和 我行持的善法 应该是很长久的 可能有些人这样想 但我想这个想法是错的 为什么呢 当然有些比较高的境界的人来讲 是恐怕会有这样的 比如说一天当中 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 二十四小时当中 大多数的时间 全部是利益众生 发菩提心 或者是行持善法的心态当中 几少数会有这种 恶念当中会有的 但大多数的 像我这样大多数的凡夫人 真的是自己每天二十四小时 全部分下来 分下来过后 看看我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多少的善念 然后善念当中 大多数都是有精准心的 嫉妒心的 贪心的 诚心的 杂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比如说我想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开始说别人的过失 有时候赞叹自己等等 很多烦恼缠杂在里面 真正非常清净的 这种菩提心善念 应该说是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大多数的有些人 现在可能有些人 已经三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了 但你的人生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话 每一年当中你行持善法的 这种念头是多少的 这个恐怕最近我们 在早上不是大家共修吗 共修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都有时候 观想自己的心态的时候 真的自己对自己 特别奢望 有时候一直管 我要修菩提心 我要修菩提心的时候 往往都是生起 不该生的一种念头 好像对别人怎么吵架 对别人怎么说 在这个时候生起来这样的 所以自己对自己 有时候是失去信心 所以我们从世间方面来分的话 真的是不要说 我想在座的应该稍微好一点 每天都是辅导 每天都是听课 很多也有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 虽然经常可能产生一些恶念 但是也有时候有一些 产生善念的机会 很多人对学习佛法的这种时间 特别的断正 也可以说 我看今天还是昨天 有一个居士 也是《入菩萨行论》的 菩提学会里面的一个会员 他自己认为 修行的是很不错的 但是从《入菩萨行论》 已经讲到现在 基本上看守的时间都没有 一直是在车里面 听听安披萨 这样把每天交代完了 就已经可以了 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这样 讲到智慧品和回向品的时候 我觉得是他怎么做 刚开始的时候这样 所以我们佛教方面 基本上是 如果我们每天算的话 每天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吧 每天半个小时的时间 从佛教方面是没有时间的 但是从时间方面讲 他说今天 应该是今天吧 说今天十点钟 他丈夫的妹妹要结婚 要看那边去 然后在那里已经待了五个小时 在餐厅里面待了五个小时 然后回来以后 马上又要跟他的上师吃饭 所以我这样想 当然他的上师是具足法相 不具足法相 我不太清楚 不管怎么样 城市里面的世间人 学佛完全是可以说 也许可能他们不高兴 不管怎么样 还是一种形象的 世间的这些念头 看什么游戏 看什么 参加一些宴会 这样的时间 你看一天的话 从中午大概是五个小时 然后晚上跟上师吃饭 也可能三 四个小时 那么一天八个小时左右 他有外面陪客人吃饭的时间 然后入菩萨行论半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没有看守的时间 所以像这样的人 心象上说是 我们要学习入菩萨行论 我们要报名 但是这样能不能学得到 如果你把八个小时 用在入菩萨行论 然后半个小时 你陪一陪客人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的还算是可以了 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人 有时候一点点时间不用 也是恐怕是没办法 不得不应付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世间人真的 谁都是这样的 这种善心特别脆弱 其实我们现在 很多人想学习 但是学习 今天我要想学习 明天要么身体不好 要么烦恼期限 要么有各种各样的违缘出现等等 这样的话 真正的行持善法的机会 一下子就好像在乌云当中 稍微出现的阳光一样 一下子就被乌云蒙住了 我们有时候应该自己对自己 有一种自信自强 自己对自己的生活 应该稍微有一种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座的有些出家人也是希望大家 在以后的时间安排上 我最重视的什么呢 对自己的时间方面强调 如果一个人 时间没有安排好的话 那修行不可能是有成功的了 他这里 颂词里面已经讲完了 那么讲义当中就是这样讲的 在无语弥补的清黑夜晚 偶尔依靠善点的外缘 一瞬间能使舍法 照掌显住 显得极为明显 同样接触佛多的违别力 有时候也是罪业所感触 在痛苦黑暗掌所有的舍人 偶尔蒙生行持善法 或者是修佛的这种智慧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 心里面就像是 没有智慧阳光的黑暗一样 然后没有闻思修行 月光的这种黑暗 同时有各种恶业 各种烦恼的这种乌云 在我们心的虚空当中 一直在弥补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想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对佛法产生信心的 这样好的念头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用上 没有抓住这个机遇 那么以后都永远也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 学习《入菩萨行论》的这些道友 我真心希望大家 当然一天当中不一定是 今天我收获很大 今天马上就改变完了 不可能有 学习佛法也并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逐渐你的行为 肯定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论典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我们的身心 一直是会抄戒的 这样一来 你听完了以后 你再三地这样学的话 应该说是 依靠《传承上师》的价值 自相续当中又说 尤其是在增长菩提心方面 我相信一定会是有帮助的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学习 不要浪费时间 整天都是 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真的非常可怜 看他们每天都是吃喝玩乐 真正上班 真正做事情的并不是那么多 如果你真正上班 我也算过 你晚上睡觉八个小时 然后上班八个小时 还有八个小时 然后你专门吃饭 家里做事情四个小时 每天四个小时 应该可以拿得出来 如果你每天四个小时 用来学习佛法 然后其他的二十多个小时 我看二十四小时是吧 二十个小时是吧 用你的吃喝玩乐 也是我觉得可以的 我们反过来说 二十个小时用在佛法方面 然后四个小时满足自己 恐怕是不现实的 这个有点困难的 因为两个小时睡觉 两个小时吃饭可能不行的 反过来说 我想如果十二个小时 用来学习佛法 十二个小时用来自己做 那这个真的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修习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我不空 我不空 有什么不空的 你搞世间法 几个小时都是你浪费 你有空险 然后一看学习佛法学习 学习这个 不空不空不空 所以很多愚痴的人 全部用不空来自己对自己应付 自己欺骗自己 非常可怜 真的有时候有些人说 整体叫我不空我不空 我就感觉没有什么不空的 真的自己的心里面 没有这种力量而已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 他这里这种心态 刚才学佛法的这种念头 这个并不是经常有的 我们人生 有些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 但是以前的四五十年 全部都是浪费了 一点三十都没有做 全部做得恶意 现在你没有抓住机遇 没有好好修行 那以后在什么时候 获得这样的结尾 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有些人生起出家的心 生起受居士的心 这种心念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个是佛陀 刚才在这里也讲了 佛陀的威得力 佛陀的加持力来产生 佛陀的加持力也是 你的因缘要成熟 如果你的因缘没有成熟 那佛陀加持再怎么样 也是只有 佛陀的加持力也没有办法 就像《相关庄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 以前世的发愿力 佛陀的加持力 精神当中 我有了这样的 修行善法的念头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要抓住 不要想说 我今天对佛有一个信心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能这么想 所以他这里的善法的念头 在其他的一些大讲义里面 就是这样的 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悲心 这两个是必须具足的 就像我们《十地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没有信心的话 就像烧坏种子一样 对三宝根本生不起任何信心 所以信心非常的需要 而且信心的对境 就像以前《陀罗尼经》的《宝切经》 《宝切经》里面 所讲的一样 应该对佛陀 对菩萨的行为 还有菩提果 这四个方面产生信心 这就叫做真正的信心 这个信心一定要具足的 如果信心不具足 我们不可能行持善法 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对众生悲心要具足 如果对众生没有悲心具足 那么我们不会修持菩提心的 以前《阅藏经》当中 《阅藏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就像《专论王》 必须要它的前面有经论宝 同样的道理 菩提心的前面 一定要有大悲心 如果大悲心不具足 菩提心也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 大乘修行人呢 你看对三宝 对上师 对所有的佛法 有没有信心 这个是信心方面来看 然后第二个 对众生有没有大悲心 有了这两个因 那么你的相续当中 真的已经生起了 善妙的念头 也就是说善法的念头 这种念头 我们应该持久地 让它延续下去 不要一下子就损失了 这个相当地难得 所以他这里来说 这种心态 并不是屡屡持久 而不断地产生 因为我们一定要努力生起 增上奉行善法的信念 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方法 通过闻思 通过修行 通过各种方式来 应该增上自己的善念 如于举备鲜下圆满之双义 也具现见善恶功果目 已经具足了 前面讲的十八种鲜下 十八种鲜下的翅膀 已经具足了 同时也已经具足了 能照见善恶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双目 也已经具足了 他这里说 虽然已经具足了人身 又同时具足了能了知 善恶的这种智慧的慧言 已经具足了 但是我们现在整天都是 贪执名声 贪执地位 贪执财力 这样你已经困在网里面 比如说一个老鹰 它双翅膀都具足了 眼睛也具足 它本来都是可以在 自由自在的虚空当中傲向 可以飞向 可是如果把它已经 束缚在网骨里面的话 不是网骨里面 这样它能不能飞行呢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虽然具足人身 又具足了一些 能了知这个佛法 但是整天都是贪执名利 贪执财物 这样也实际上已经 守护当中 所以自己要认识自己的前途 认识自己的方向 一定要具足这样的善知识 尤其是具有这样的 大乘佛教的时候 自己这次想尽办法 我们大概一年也好 半年也好 通过《入菩萨心》能不能在 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的生起一种利他的心 这方面一定要精进努力 好 今天讲到这里